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上连中国 我现在在新一线城市,世界工厂,东莞市 现在我来到了东莞的恒利镇 现在又到了海村的招工季 许多外来的务工人员已经陆陆细细的回到了东莞 开始找工作 这个视频我就走进恒利镇的一个大型城中村,填尾村 我们看一下这个城中村的招工情况是怎么样的 外来打工人群好不好找工作 前面这一排都是招工的 招工的比找工作的要多 哇,还有美女找工作 前面是填尾村的一家大型的购物广场 不知道这个城中村的房租贵不贵 东莞城中村的房租应该不是很贵 大概也就三五百块钱 东莞城中村的消费是很清明的 很适合外来的打工人群 现在找工作的都不急的慢慢挑 看一下工价怎么样 临时工十七块钱一个小时 也不是很高 找工作的打工仔真心不多 我们到填尾村里面去走一走吧 看一下这个城中村的出租房的情况 还有一些受惠的边角料 一些底层的打工仔可能要到元宵后才出来 所以现在东莞城中村的人流量并不大 找工作的人不多 工厂线上的普工什么时候做都可以 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都不急了 不像我们那一代的打工者 早早就出来了 为了一份工作四处奔波 这边是电梯工艺很高 这个价格估计也就三五百块钱 不会很贵 没发电 汤包 城中村的娱乐和美食都非常的丰富 这边有台球馆 打工仔在外奔波也不容易 背景离乡 特别是男孩子 还要找老婆 现在找老婆彩礼那么高 必须有房有车 所以也造就了东莞有很多大神 很多光棍 木桶饭没开门 在东莞的木桶饭特别多 因为东莞的湖南打工人特别多 像我们的江西小草在浙江那边就比较多 这还有人力中介 江西小草由于价位稍微偏高一点 在广东做不起来 这边一家河南饭店也没有开门 在这个城中村有着许许多多大工仔的美好回忆 这边又是一家发廊 冬晚这边气候温暖 房租便宜 消费清明 很适合发展制造业 也是外来打工人群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 到处都是农民房 下了半黑打打台球 当地的村民 对面那一块应该是工厂 东莞的本地人以输租金为主 每年村里面都会有分红 由于村里的厂房租出去 到年底 村民都会有一个分红 本地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 在以前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那个时候东莞都是人山人海的 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的打工仔 近十年来 东莞这边的外来人口没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 现在各个省的省会啊 包括浙江江苏那边的制造业也发展的相当不错 总体感觉 珠三角特别是东莞 打工的环境 还是更适合外来的打工人群 因为这边的农民房多呀 租房便宜 很多厂都是包吃包住的 如果你在浙江的话 租个房又贵 而且那环境还很差 上班时间又非常的长 基本上工资都是用时间熬出来的 而且特别是浙江那边工厂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 各种娱乐配套啊 生活配套啊 不是很完善 所以年轻人在浙江那边待不住 我搞错了 这里是长平镇的不是恒利镇 长平镇也是冬晚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镇 冬晚虽然是一座工业城市啊 但冬晚这座城市的环境相当不错 天空很蓝 到处都是鲜花生亥的 这边是一个公园啊 很多本地人和一些外来的打工人权 会在公园里面打牌 东莞的城镇率非常高啊 这虽然是一个村啊 感觉比我们内地的一个镇还要建设的好 这鲜花还得好漂亮 田尾村美丽乡村 田尾村的环境真心不错啊 前面有很多瓦屋啊 但这些瓦屋的主人都是包猪公包猪婆啊 前面应该是一个戏台 宁南魂水乡 这环境真不错 这个城中村非常的干净 这边住住的都是外来的打工人群 我们看一下冬晚的天空啊 好美好美 我们继续往村里面走一走 这边的瓦房租金应该很便宜 一百多块钱就可以租到一个单级 虽然只是一些瓦房 像这个外墙上的涂鸦还是相当漂亮 墙上的涂鸦真漂亮 其实这些老的瓦房 还有这种小院子住的也挺舒服的 在东莞打工的中年人比较多 很多都是脱家带口的 能租到这种便宜的出租房 为打工人节省了很多孩子 这边是田尾村的一个中池 刘氏中池 广东这边比较讲究中池文化 这个中池有一定的历史了 很古朴 洪福云集 这边还有桌子凳子 可以供打工人休息 这环境没得说 打工人都下班了 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厂服的打工人 东莞这只城市也成就了很多打工人的梦想 很多的外来物工人员在东莞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甚至在东莞买了房 就是这样一座农民工城市 成就了多少外来打工的人的梦想 这些老旧的出租房也承载了多少打工人的心酸呢 也许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东莞这种城市 他们喜欢时尚的深圳 喜欢一线城市广州 但正是东莞 大大小小的工厂 养活了多少农村的打工人呢 这边的公寓就比较贵一点 这边的农民房就很便宜 这边的农民房普遍隔音不是很好的 这边的公寓隔音就好一点 这边是一家小的加工厂 在东莞这种小加工厂特别多 这边又是一家人力中介 看一下这个消费快餐八块钱 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并不喜欢雪旱工厂 但正是这些工厂 让多少农村家里赚钱养家 甚至公儿女读大学 在广东这边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这边是大排档 一到了晚上就乐乐非凡 这个大排档就还在工厂的门口 这也是东莞独特的风景线 那边一块有很多大型的工厂 这里就是东莞长平镇大型城中村 田伟村 你们有在这个城中村的打工故事和记忆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有点好